你不想要 母亲对我在真机数任职一时 耿耿于怀 其实是她自己不懂识据 现在只有南京政府的主张 才能给予中国希望 我加入军统 其实也是在为国效力 这 昆儿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唐伯伯 我仔细想过了 如果我当初不参加军统 我们家也不会 闹到现在这个家破人亡的地步 昆儿 你现在怎么变得是非不分了 你太令我失望了 张队长说得对 对你母亲的去世 我感到很难过 请节哀顺变 你怎么还敢到这儿来 唐爷 请您说话注意分寸 就您刚才的说法 我可以怀疑您是抗日分子 这里是租界 还轮不到你为所欲为吧 好 你好自为之 若不是景川大佐让我一再忍让 我今天就要教训一下这个唐祖光 客长 我们今天是来调研张夫人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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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母的死对坤哥打击很大 可是 我们又没有办法帮他分担 坤哥刚才说的话 是故意说给日本人听的 师父不了解坤哥的情况 以为他真心投靠了日本人 还在为他伤心难过呢 我担心 坤哥他会一时想不开 做出啥事 你放心吧 坤哥不是冲动的人 没有十足的把握杀掉美姑子 他不会贸然心动的 刚才美姑子在 不方便说话 我们晚上再来找他 最近日本人在租界 搜查了不少私人电台 他们对电台的管制 一向都非常地严格 现在公布局 允许他们进入租界搜查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 那些私人电台的 你说得倒也是 但是 我一直很担心 现在属内秀夫提供的情报 非常重要 需要及时向上级汇报 那你需要多小心些 放心 我会在发报前 注意观察 敌人侦测车的动向 不会冒险行事的 况且我的住处 就在领事馆附近 他们不会轻易发觉 他们不会轻易发觉 请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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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各组侦查的结果 摩谦除了各领事馆 以及一些大公司之外 可依电台 基本上杜绝了刑计 绝不可以掉以轻信 抓不到的几个电台 经审讯 都跟共产党没关系 这证明 他们的电台依然存在 他们隐藏得很深 现在主要是领事馆区域内 发布的电台比较密集 也不好判断 到底是哪一家领事馆发的 既然这样 立刻 调一个真厅小队过去 进驻领事馆区域 如果有困难 我会协调日本领事馆 予以帮助 是 你们已经计划过了 怎么又来了 我们不放心你 所以过来看看 难得你还惦记着我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开口 我们会尽力的 不用了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做主 还没有沦落到 需要你帮助的地步 坤哥 我们也是一番好意 毕竟你曾经 也帮助过我们许多 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帮我 就麻烦回去劝劝唐爷 参加明天的宴会 如果唐爷 一味地不配合的话 将来说不定 我们会死破裂面 难道你要对付我阿爸 如果有命令下来 我也没有办法 你 你放心 你的话我们会转告 给我师父的 希望有时间 我们能够好好聊聊 好好聊聊 你把彩儿从我身边抢走 我们两个人之间不见血 是没有办法好好聊聊的 走吧 我决意离开 以保全武儿 与自己之国格 人格 你若决意杀敌 死其实也 我将含笑于九泉 你若为我背上紫气 则枉费我一片苦心 则将来 九泉之下 不必见我 坤哥到底是怎么了 说话这么绝情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到英明那儿去再说 你要是真的想帮我 就回去确确唐爷 参加明天的宴会 如果唐爷一味地不配合的话 将来说不定 我们会撕破两面 张昆真的这么说 是的 好 坤哥委屈求全 一心想把母亲救出来 没想到 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张伯母是不想坤哥为难 才做出这样的选择 张昆 刚才的言语中 透露出想利用明天的宴会 跟我们见面 可是明天的宴会中 也没有机会 能让我们单独见面啊 张昆刚才说 我们两个人如果不见血 就没法好好在一起聊天 这分明就是给我们的暗示 要是我没有受伤的话 我明天可以为你做掩护的 你还是好好养伤 明天的行动 我会为小夏提供掩护的 张队长 你还在热笑当中 其实不必这么着急 回来工作的 我现在除了工作以外 还能干什么呢 可是处理好你母亲的后事 也很重要 已经都处理好了 每天就我一个人在家里 面对我母亲的遗像 再这么下去 我会疯的 进来 课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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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雀悲痛最好的办法 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我能理解你的做法 其实我一直都很自责 如果那天 我能在家多陪陪他老人家 把事情跟他解释清楚 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就不必太自责了 我知道 我会尽快调整好自己的 今天晚上 在上海饭店的宴会厅 有一个活动 你和丁处长提前去检查一下 一定要确保安全 显示 丁处长 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 我想让张坤 担任真机处的副处长 这个我当然没意见 科长 家有百口 主食亦人 真机处没有必要设置 副处长遗址 大家伙得听从一个人的命令 这样的话 办事效率也会更快的 你说得好像也有道理 这个事情 我们以后再考虑吧 这个土怀志 居然还有脸来给我送请柬 你告诉他 我不去 大哥 那请柬的落款上 写的是上海宪兵司令部 和上海市政府 说明宴会的规格很高 如果您不去的话 那屠怀志又会借题发挥 讨好小日本去了 我又不需要讨好日本人 我怕他们干什么 师父 我看去一下也未必是坏事 至少可以知道 屠怀志他们究竟在谋划些什么 是啊 您要老是不露面 人家还以为你怕了屠怀志呢 这倒是 大哥 我陪着您过去 我又不是去打架 你陪着我去干什么 阿爸 你就让六叔陪着你去吧 有六叔在我们放心 是啊 是啊 我去打架了 改日我做东 好好地答谢你 答谢我 谢什么呀 你在梅谷子面前这么维护我 我还不得好好谢谢你 日本人设置副处长这个职务 无非就是想离间咱们两个 你说我能办那么傻的事吗 丁处长 丁处长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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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溅也在这儿 大嘴 怎么说话呢 张昆现在是行动队的队长 要以礼相待 这阿娃娃狗的都让我一礼相待 我岂不需要累死了 有人举报 说你勾结军统 要在宴会上刺杀景川大作 丁处长 丁处长 他这是诬陷我 我怎么可能勾结军统呢 你赶紧让他把枪放下 如果你现在不告诉我军统的人是谁 我马上就一枪毙了 张昆兄弟 您别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认识军统的人呢 您 您真会开玩笑 认不认识不是你说了算的 待会儿真击处 省一省就知道了 真击处 不是 真击处 真击处这没有也变成有了 丁处长 丁处长你说 这不能乱长好人啊丁处长 大嘴 丁处长坤现在是行动队的队长 抓人是他的权利 我管不了 丁处长坤大哥 是是是兄弟的不是 我最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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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饶过兄弟们大哥 大哥 饶了我 这回放了你 小花没有这个机会了 哎哎哎哎哎 告辞了 告辞了 这种人啊就是欠收拾 以后就长记性了 好 好 好 来了啊 老爷 好 唐爷 唐爷 好 好 来 里边请 里边请 请 先走 走 站住了 这是什么 素素菜的 我看看 怎么了 队长 检查呢 发现什么可疑物品了吗 那都没有 那还不快还给人家 别耽误了宴会 是 别说了 我都明白的 这不可能来也不敢不来啊 对呀 对呀 现在的环境啊 不必从前了 但是不管的环境啊 大佐哥下 你给客战 还得把 各位的生意 都给照顾好 好好好 诸位 诸位 先去坐下吧 诸位 我 我说几句啊 现在这个上海的经济形势啊 是一片大好 政府啊 还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措施 我相信啊 这不久的将来啊 诸位长 所谓经济大好 具体的数据是怎样啊 那个 那个政府上个月统计了 说这个月的税收啊 比上个月整整高出了差不多百分之十 最近倒闭 关门的商家高达百分之二十 杀鸡取卵 饮阵止渴 我就不知道了 这也算形势一片大好 我说啊 唐爷呀 你呀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是 那是有倒闭的 那不也有很多新开章的吗 你是说那些个赌场和大烟馆吗 不是 那也是生意不是吗 我倒要看看图会长是怎么用这些生意 振兴伤害的经济 老朽拭目以待 好 干 不好意思 走错了 站住 把酒拿回来 走 图会长 如果你没什么话要说了 那我就告辞了 走 走 走 这是太困了 大左阁下 您对这个唐祖光 也太纵容了吧 我不是纵容 图会志的做法 确实如唐爷所说 是杀鸡取卵 我们需要的 是真正能够振兴上海经济的办法 来 下 下这 姑母 就是杀鸡取卵的 一刀致密 看来神秘刀壳又出现了 这个刀壳 我一定要抓住它 我们分头追 好 走 看这儿 我们要不要追击 赛时安兵不动 静观其变 是 分开搜索 如果发现可疑的人立刻铭枪事件 其他人赶过去支援 是 赛时安兵不动 凤哥 我之前对你 还有唐伯伯那样的态度 是为了避免梅姑子怀疑我 不用说了 我们都知道 你是演戏给日本人看吗 我们很担心你 担心你一时想不开 会做啥事 杀母之仇不共戴天 我不仅仅要杀了梅姑子 我还要让日本人 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 坤哥你放心 梅姑子是我们共同的成人 我们联手杀了他 为我的家人 和你的母亲报仇 目前我们 行事要处处小心 要刺杀梅姑子 必须要取得他的信任 我们才能有机会 但凡他要是对我 起了一点点疑心 事情就更可为了 是 客长 没有发现那名刺客的踪迹 我原本对你们 就没抱太大的希望 他们行事一向诡异 必定是谋划好了 才开始行动 谋划半天 就为了杀死两名 我特高克的手下 张昆为什么还没回来 我们分头行动 他负责另外一面 走 过去看看 是 我不同意你们的计划 你是在担心 小夏的安全吗 我也担心你的安全 我知道 你们是想借助神秘刀客 刺激梅姑子 让他露出破绽 从而找到刺杀他的机会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 这么做的话 日本人就会更加加强 各方面的防范 到时候不光是你们 更多人都会陷入 水深火热之中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我希望 你们能跟朱先生谈谈 这件事情 是我个人的事情 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无论是谁 都不可能阻止我报仇 可是 别说了 我认为 杀掉梅姑子 对朱先生的工作 也是有帮助的 而且由坤哥提供警报 应该是事半功倍的 说到威胁 难道我们以前的行动 就不威胁了吗 这件事情 即便没有任何人帮我 我一个人也会去完成 至于你们两个 如果你们不愿意参加 我不强求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梅姑子是我们共同的仇人 这次行动 我一定要参与 我不是想阻止你们报仇 我只是不希望 你们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日本人 不仅杀害了你的家人 还有张伯母 他还杀害了千千万万的 中国人民 我们只有彻底地 打倒日本侵略者 才是真正的复仇 真正的成功 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 朱先生的队伍 我也希望能够加入共产党 但我要用行动证明自己 我有资格加入到 你们的组织 我跟坤哥一样 我也想明白了 只要杀掉梅姑子 我愿意加入你们 因为这是我父亲的选择 也是我的选择 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 现在 你对我们的行动 有什么看法 目前 我们还需要一个 稳妥的联络人 这个人不能是彩儿 也不能是医民 记得你们之前 用包子铺传递信息 不知道现在这个包子铺 还可不可以继续利用 不能再用了 再用的话 日本人肯定会发现 那刘大哥这个人怎么样 刘大哥没问题 他是我这么多年 出生入死的兄弟 就算所有人都误解我 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 你们队长呢 队长让我们分开搜索 我们搜完了在这里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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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搜完了 埋家爱护进行搜查 是 看到没有 美护子已经怀疑我了 你们 是什么情况 这点伤果还不够 对不住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只有这么做 美护子才不会怀疑我 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 赶紧走吧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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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紧 你没事吧 幸亏我早有防备 不然今天这头命 就搭这儿了 阁长 我已经尽力了 可是还是让他给跑了 发现了刀客 为什么没有及时开枪 我看到这里门没锁 所以就上来检查一下 可是我没有想到 那个人躲藏在暗处 突然向我发起冲击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开枪 要不是你们在周围巡查 我估计 已经死在刀客的刀下了 看清楚刀客的容貌了吗 没有 对方始终蒙着脸 没有看清楚 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 什么 之前我当探长的时候 跟这个蒙面刀客打过交道 可今天这个蒙面刀客的身形 跟我之前打过交道的那个人 大不一样 这说明刀客并不是一个人 极有可能是一个组织 有道理 我说为什么一直抓不到他们 你辛苦了 赶快去医院看看吧 谢谢科长 我去医院 你们也都出去吧 是 是 我知道我舒服不了你们 但我总觉得 这么做是不对的 之前你并没有这么想过 为什么突然 会有这样的想法 朱先生和马先生 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安危 考虑的 而你们俩做的事情 只是为了个人复仇 即使杀掉美骨子 对现在的局势也没有任何帮助 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但是我和坤哥都认为 目前 杀掉美骨子对我们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见一下朱先生 听听他的意见再做决定啊 还是你自己去吧 我去看一下医敏的情况 他知道我们晚上会有行动 一定会更加担心的 行 那我跟朱先生见完面 会去找你的 你在那里等我 小心 去吧 今后做事 别这么拼命 你别忘了军统的人 一直盯着你 我现在是重判亲离 如果我不积极一点 美骨子科长 怎么可能信得过我 倒也是 美骨子科长还盯住我 让我多盯着你 就是怕你母亲去世以后 你会做出不利于她的举动 我知道她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 其实美骨子 对医敏一直更可欲怀 如果能把医敏 丁处长 如果我是一个 出卖朋友的人 你还会坐在这儿吗 好一点了吗 好一点了吗 你的伤势不能做太久 如果觉得不舒服 就回到床上休息 我知道了 谢谢你 那我先去一下厨房 你们有事喊我啊 看来他把你照顾得不错 坤哥介绍的人 不会有错的 对了 你跟坤哥见面 商量得怎么样了 放心 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 通过刺杀一些日本人 和汉奸 来激怒美骨子 没想到坤哥 这么快就冷清下来了 他的处境 如果不冷清 早就丢掉性命了 我看得出来 桑母之痛 对他打击很大 彩儿跟你们一起 参加行动吗 他有他的纪律 我估计朱先生 不会让他参与 这么危险的行动 刚才他还劝我 不要为了报仇 而意气用事 你让他 把行动日期延后一些 等我身体恢复了 再开始行动 这是我和坤哥的事情 我不能让你再冒风险了 等你的伤好了 你就应该尽快离开 你忘了我们是一起的吗 这个时候 我怎么可能离开呢 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你 他们两个都极有个性 说服他们放弃复仇的念头 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确实说不通 不过小夏答应 在除掉美骨子之后 会加入到我们这边来 他们两个人的心结 都是美骨子 杀敌出奸 也是一种对敌斗争的方式 但是军统在上海 进行了这么多次行动 并没有对前方的抗战 提供帮助 反而是我们的情报工作 为前线和根据地 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朱先生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现在有任务在身 抽不出时间和他们见面 等时机成熟了 我会找他们好好谈一谈 在这段时间里 你一定要让他们注意安全 知道了 给您熬的汤 趁热喝了吧 谢谢啊 你忘了你还欠我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这么快就忘了 你说过要帮我 刻一个雕像的 对不起啊 真给忘了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 一定调给你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看到你给采儿刻的雕像 我心里就明白了 你心里只有采儿 我不会再奢求什么了 一鸣 采儿来了 来了 一鸣 怎么样了 伤口好点了吗 我好多了 过两天 我们就可以一起跟小夏 参加行动了 你应该帮我劝阻他们 不要盲目行事 你怎么反而支持他们了 你觉得他们两个 是能被劝住的吗 彩儿 一鸣刚刚伤好 需要休息 咱们还是不要打扰他 早点回去吧 晚了家里担心 我 你好好休息 我们改天再来 走了 路上注意安全 好 你见到朱先生了 朱先生这几日 有事情要处理 等他忙完这一阵子 他想和你和坤哥 好好谈谈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完成了计划 你一定要兑现你的承诺 加入我们 放心吧 我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 出先生回来啊 给 最近时局混乱 你要小心 放心 有事情的话 我马上告诉你 好 您请 来 师父 爸 这么早出去啊 怎么 你们两个也要出去啊 彩儿陪我出去办点事情 好 小心点 早去早回 放心吧 想想 罗汉床的燕月刀 还需要再修一修 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放心吧 师父 我会的 那我先走了 张伯母的死 对阿爸打击很大 几十年的朋友 突然就这么走了 他有些接受不来 再说 他看坤哥那个样子 以为坤哥真的沦为汉奸 心里更加不好受 哎 你说 把坤哥的真实钱款 跟阿爸说明 他会释然很多了 绝对不行 亲人朋友的物件 是坤哥最好的掩护 如果我们的态度发生了变换 一定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可是我阿爸是个老江湖 他不会露出端倪的 那大哥大嫂呢 还有余烟宝 这一旦露出了破绽 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可是我实在不忍心 看着阿爸这么难过 你不忍心 坤哥现在是在刀尖上行走 再多的小心也是应该的 我们在这儿分手吧 你们今天就要行动吗 坤哥说 今天会给我消息 要小心 你也是 你怎么不看着点啊 我设议的 我设议的 我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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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 好久不见了 你怎么这么明目张胆 就招呼人啊 无法引起怀疑吗 坤哥交代了 越是这样 越不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警报在哪儿 已经交给小夏了 收到了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 那我们就回家了 我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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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儿他怎么没有过来 这次行动他不方便参与 你的伤真的不碍事吗 你看我就知道了 走吧 来 这个石太 被称为建设 东亚新秩序的工作者 实际是一个 十恶不胜的韩奸 那他就该死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 你不要动手 对付他 我一个人就够了 我的伤真的没有问题 我知道 石太来了 再来等我 走吧 你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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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走 下一个目标是谁 上海经济委员会的主任 伊藤三郎 晚上七点 我们在西餐厅门口回来 我会准时到达 这个老师 昨天晚上开会的时候 还劝他 不要陪姨太太去逛什么商场 他非不停 这下好了 命都没了 我听说 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动的手 几个保镖怀疑 那个跟姨太太吵架的女人 跟杀手是一伙的 真没想到 神秘刀客的搭档 居然是个女的 他们说 看清楚那个女的长相了没有 要不说他们没用呢 看清的话 现在早该去抓人了 杭小姐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朱先生这几日都没来吗 他的事情还没有忙完 你再耐心等几天 我先走了 好 走好 朱师傅 来一下 就这个风格 你按照这个再干一下 好吧 好 好 我先走了 小夏 大哥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随心忙点自己的事 来工坊的时间就少了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你有事情就先忙你的 反正工坊也没什么事情了 那也不行 经常不来 师父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阿爸那边我就说好了 你有什么事情就先忙你的 是 你看来有心事啊 我本想在乱世中 求个平安度日 可是现在看来 平安度日并非一事啊 这些小日本狼子也信 一直处心纪律地 想要租界的管辖权 那公布局为了讨好小日本 根本就不管中国人的事情 靠别人不如靠我们自己 不把那些小日本赶出去 我们就没有太平日子好过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 做起来谈何容易 啊 啊